花蓮盛南宮日前舉行的中原普渡 管委會特別把普渡物資集結捐贈給吉安鄉 鄉長有俗專案親自前往執政感謝 專案也表示會妥善御用這些物資 讓鄉村內有困難的家庭可以受到幫助 花蓮盛南宮日前舉辦中原普渡 管委會特別把普渡物資集結捐贈給吉安鄉公所 盛南宮一年三次的這個白米的發放 那也這次剛好輪到這個第一區的這個我們有六個村 一共吉安鄉有十八個村 那這次剛好離到第一村 花的是這個今年的中原補助 那所有這個我們的三星大德所捐贈的白米 那透過這種捐贈的這個白米的模式 然後由這個村長來發放給我們各村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需要的這個一些中地收入戶的同仁 那最重要的是中原普渡媽祖慈悲 那希望這個天上聖母也特別指示 希望能夠給這些弱勢的團體能夠讓他感受到 我們這個聖南宮吉安媽祖的溫暖 吉安鄉長余淑貞也親自前往這場感謝狀 並表示妥善運用這些物資 讓村內有困難的家庭能夠受到幫助 感謝我們省南宮和阿嬤族 每年都會讓我們的各村各個巷弄 我們的救助弱勢家庭 帶來暖暖的關懷跟愛 也就由我們村長的力量 給我們送到處逃前來關懷我們的弱勢家庭 感謝我們吳主委跟我們的省心帶頂 安安安的愛心 結安感謝有大家 讓我們開啟溫暖的力量 跟社會救助弱勢的這一份關懷 我們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的社會更祥和 讓我們的吉安更平安 感謝你 歡迎聖南宮主任委員吳京志表示 除了中文普渡之外 在11月份的宮廟慶祝活動 還有每年的3月23號前夕的媽祖誕辰日 可以說是聖南宮百年難得的盛世 屆時也歡迎廣大信眾前往共襄盛舉 記得請問簡訊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